你是孙大哥 他不是海娃 海大哥 他是孙丰他爸 他不秀孙 对了 刘长江 我判长江得了 我是钱孙丰他爸爸 我大妹子 你怎么总愿意给我感性呢 不是 你啥 我认识那俩老母人就叫这名啊 对 你认识那俩老母人我也认识 但是他们俩是省里的老母人 我是全国的老母人 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厂子搞会战的时候 我作为突击队长带领我们班的弟兄 奋战了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等任务完成了 我就昏倒在车间里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一双水旺旺的大眼睛 在深情地望着我 那眼睛 双眼抱神 那眼睛 楚楚动人 哎呀 那眼睛 哎 那眼睛呢 当时我就在想 我如果这辈子都能看见那眼睛 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你一看 青剑那当时你说你咋不 青剑 干啥玩意儿 你那个 青剑 干啥 我听你说这番话 当时你是不是看上人家来 青剑 实不相瞒 年轻时候的我呀 比较晚熟 知道吗 那个大眼睛 那眼睛就是他 他就是我的初恋情人 哎呀 妈呀 是你的情人呐 哎呀 妈呀 那啥 大嫂啊 你家有客人 我得回去了 哎 妹子 你别走 瞅瞅你说的 白人说的都待不住了 妹子 请问你 你上我家来干啥来了 哎呀 妈呀 真一朝几夜老米大嫂 我把正事都给忘了 啊 那啥 我老头在世的时候啊 给我留了几个 专制不孕不育证的片方 我给你送来了 太好了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谢谢你啊 你 谢谢你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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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 我的天哪 哎 你说这一到周末呀 我这个媳妇就让我 让我跟她逛街去 哎呀 可把我累死了 情人说你啥意思啊 哎呀 现在陪我逛街嫌累了 不是嫌累呀 我还饿呢 我还饿你 哎 饿你做饭去 你咋不去呢 我不会啊 这话唠的 好像我会似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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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大姐夫回来了 哇 你看看 哦呦 唐醋鱼 哎呀 姨父 哎呀 回来了 看这条鱼好看不 你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关键是看上去它就好吃 哎 真的呀 啊 这一个可是我做的 啊 哦呦 你做的呀 妞妞 哎 太厉害 你现在都会做饭了 你可比二姨强多了 真的 你可比二姨强多了 这个是我们老师布施的一项作业 给家人做到菜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那你自己没尝尝吗 好东西呢 要留给长辈先吃 你们吃过了我再吃 你看这孩子 你看这我们老范家 嗯 这么小一个孩子 现在就会做饭了 那可 媳妇 这说明什么 什么 说明咱们两口子 永远都不需要学会做饭了 是 以后 啊 就让我们两口子 在这个家里 永远的幸福下去吧 啊 哎哎哎 妞妞 我问你一个问题 咱们家房子的首富是谁富的 阿姨父 那这条鱼那谁先吃呢 阿姨 阿姨没带走路 快来 我先吃 哈哈 哎呀太好了 我尝尝妞妞色的鱼 哎呀 哈哈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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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这块肉 哎最嫩 哎呀你看 哎 看见没有 哎最嫩的一块肉 啊 啊 嗯 怎么样 好吃饭 啊 啊 那我先回去写作业了 等他们回来一起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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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行了 我得拿这个 让一切更新鲜的鲜博士 鲜牛奶我速出口 哎呀 哎呀黄个味啊 我算了我算了 哎呀我的妈呀 这鱼也太苦了吧啊 这小苦味哪时候下就上到门了 我前面朋友啊 我越鱼无数啊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鱼 哎呀 哎呀 你说啊 媳妇啊 你今天做得非常对 咋的 这个鱼是谁做的 妞妞啊 妞妞做的 她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做鱼啊 哎呦 哎 咱 咱得鼓励她 咱可不能打击她 对 但不行啊 顺芳 你看一会全家人都回来了 啊 一人吃一口都吐了 那妞妞多伤心啊 这这可咋整呢 你吃了吧 哎 这是个好处 我才不吃你多难吃啊 那怎么办 谁吃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哎呀 饿死我了 吃你就回来了 大姐夫啊 来呀 大姐夫啊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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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干什么呀顺芳 一个人坑我还不行啊 把媳妇也带来组团坑我是不啊 哎 哎呦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唐素语 哎呦我的妈没想到 谁做的呀 我说二米粒做的 你信吗 我信你个鬼 我尝尝 尝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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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信了 这是个什么鬼 哈哈哈 你说那水那么深 哎呦我的妈呀 那又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哈 那可就完了啊 啊 现在那下水道修的啊 那老远了 嗯 有多远呢 怎么跟你形容呢 如果从咱家门口这下水道下去啊 估计出来就是霸鱼圈了啊 啊 那沿海城市 阳光 沙滩 还有海鲜呢 哎呦我的妈呀 哎 老头子你别说 嗯 要真冲那边是没啥危险 吃顿海鲜也行啊 我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 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 谁吃谁不一定 我分析 他一不能叫水冲走了 嗯 二不能掉下水道 嗯 现在呀 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 避雨呢 啊 我的妈妈呀 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 啊 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 就在大树底下避雨 啊 就听苦叉一个大闪电 人飞了 但手机电充满了 你说神奇多 哎呦姑娘你可别吓我呀 这还叫神奇啊 这也太吓人了 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 我好处处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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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呀我逗你玩呢 逗我玩呢 啊 啥时候呢你还逗我玩呢 你别剪别剪 我给你找去行吗 我给你找去 你回来 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 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 这三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啊 那我去吧 我不是你身上掉的肉 哎 站住 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 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 你回来回来 哎呀我说你了 哎呦我的妈咪 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 我去吧 还是我去吧 哎呀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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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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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起来 趁大体格说一下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我说老东西啊 你就别逞能了 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 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 万一你出去刷 趁点了可砸着 头疼 头疼 我等你 哎呀 哎呀 谁脑子插你里头疼 干啥呢 哎呀我 咋的啦 我现在头疼 啊 啊 没事没事吧 啊 啊 啊 往后讲讲吧 后来呢 讲完了 哈哈 没有 后来 在后 对后来 嗯 后来我讲到哪呢 啊那个讲到 吐一条泥鱼 对当时啊 我吐一条泥鱼 我说我吐什么泥鱼呢 哈哈 伯伯 你别说话 好好好 我听当时人讲呢 后来 都是 毒严他 笨笨 你看你 就你下场话吧 他都忘了 你讲吧 不 讲呢 不不让我说话 哈哈哈哈 现在听你说了你讲 你讲 哈哈 后来 小俩那不跟我我我讲了 讲 你就讲 我 就在那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时 情况万般险了 啊 后面就该上 上岸了我 啊啊对对对对 后面那个小俩就一手拉一个子上岸了 小俩我听明白了 你真的好伟大你真的好帅 哎哈哈 小俩是不是特别有男人味 特别有太棒了 小俩 哎 不對呀 笨笨 你小俩一下去救人 你衣服咋湿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我下去救的人 你衣服咋湿的 来吧 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好 啊 啊 是 是是这样啊 呃 我我背小俩回来的 小俩全身湿了 我这不全身不也湿了吗 合理 合理 不合理 你背着你后背应该是你前面咋湿的 来请继续合理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就是这样啊 哎呀 我这个背小脸啊 就是太累了 就是背着回来 我就发现了 这好像是背不动了 哈哈哈 然后我就去换个面吧 嗯 就给抱回来了 哈哈哈 合理啊 不合理 不合理 是呀 莫名其妙的 田经理 是不是有啥事骗我 田经理 哎呦 哎呦 客气客气客气 哎呦 太感谢你了 我今天就特意来感谢你的 勇敢的 你说那时候多危急啊 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儿子快点 谢谢田叔叔 谢谢田经理 哈哈哈哈 谢谢小脸 哎呦 哈哈哈哈 看什么看什么 哎呦 等会儿孩子啊 我问问你 到底谁救的你啊 是这样的 哎咪咪 你看 这儿看得清楚 你看 当时啊 让一个过路人给拍下来了 就他们救的 你看 多清楚啊这视频 儿子你看看 余小脸啊 这个孩子拍背的 是笨笨吧 对啊 在旁边吐泥的这个是你吧 对啊 但是 我没 我不仅吐泥 我还吐鱼 你哥俩 鲁鲁 你吐的鱼我都跟你摇上去来了 你哥俩啊 什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你救的人吗 你给我个解释 你也合理一下 这个视频呢 我当他孩子 说呀 还 玩 我说呀 说呀 说呀 我错了 哈哈哈哈 我错错错了 真的有朋友 真的骗你了 哎呀这么说吧 那个 是我们田经理救的孩子 不仅救了孩子 还把我给救上岸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小俩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种人 我今天终于看清你了 不是咪咪 你误会他了 其实第一个跳水救孩子的 就是小俩 嗯 他不会拥有 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 不是自己 而是孩子 他的这份举动 这个精神 不值得大家感谢吗 小俩 对不起啊 我刚才误会你了 你说吧 你说大姐能相信 你善良 轻易不骗人 是是是是 行交给我大姐夫啊 哦 那个给我十秒钟 管你六十年 我的天 你钱好了 好嘞 是吧 你俩先闲着 倒计师 看这儿 好倒计师 十 九 八 六 七呢 七 五 六呢 六 六 你自己数吧你 我帮不了你 五 四 二 三后不是二 你就是个二 一 一 待会儿 晚 大姐夫 搞定 有请我大姐 有请我大姐 钢子 你是不是用舍身取义了 你不能总这么干 你都干死自己多少回了 好心吗 这就行了 大姐啊 行了小土豆子 你闭嘴吧你啊 你没事老给我们家钢子挖坑 而且这次挖的还是连环坑 你还往里边注水 你没有再说错了 水 钢子 你给我倒点水 倒水干啥呢 我要吃叶酸 哈哈 是不是 哎 看见了吧 啊 这就是配合 明白不 啊 这就是合作 啊 明白不 啊 你什么礼物啊 谁是慢 哎 看着没有 你媳妇我这能力 十秒钟 不只还大姐吗 六十年 还给我大姐找五了好 大姐啊 大姐啊 你干啥呀你啊 你得保住俺家香五 啥香五 我对象叫香五啊 那个啊 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 吹啥来的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你还记得这是 不不不不不 大姐啊你一定得把我圆一圆 这咋圆呢 大米莱 大米莱 哎 哎 哎 你怎么还问下来呢 这是谁呀 哎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莱 哈哈 你流呢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啊 这不是培训的吗 啊 这个现在流行贵式服务吗 是吧 大姐你 你看我都打样 你看我 你看我这样 嗯 嗯 你妈你可真有样啊 你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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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上招呼 那她埋怠了 行了 啥埋不埋怠的我也听不懂 真是咱家超市啊 是 看着不错 欢迎黄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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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使 为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 为什么 你女朋友结评啊 不要还那个 我郑重的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 那是飞腾公司 高级持骨精灵 那管不了了 那个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怎么还要这样呢 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 一定要做到这个窗名寂静 是不是 什么样 别想没事人去的 给我过来 不过说你这大学毕业了 也不好好找这个工作 成天晃晃的 像个眼前花似的 你干啥玩意 我这不准备考研的吗 啥玩意 你考研的 哎呦我妈就他还考研 我看你是研究 头发整啥色 再整个什么脸 买件什么样的衣服再露肚脐眼吧 妈人家那闹时尚都啥呀 啥时尚啊 你瞅那衣服大口的小眼的 不开线都整开线了 车西班牙 穿身上还脚挺好看 你说这妈呀 说说挂着还整个丁 哎呦我的妈呀 也不怕扎着谁 你瞅你这车 别过来 臭美的 干啥呀干啥呀 给他扔这玩意干啥呀 啊我说小米热 我看你吃一个 啊 昨天买那大一包小食品 吃就剩这几袋了 啊 让你吃点饭吧 这个不好吃 那不好吃 挑肥减瘦啊 吃这玩意了啊 一个顶十个 这啥好玩意呢 啊 不是色素就是添加剂 能对身体有好处吗 你给我站起来 瞅你瘦的那样 都打上相片的 一出门大风收下来 给你挂天上去了 当风筝放着 飞了飞了 妈 妈 来 看 特炒帽子 帅脸 还是我好吧 我长得跟小秤妥似的 底盘又低 我要上天 直升飞机得拽着 妈妈呢 你信不信 我能把直升飞机 脱帽烟了 咱妈刚歇口气 你还给起头啊 妈你看 起头咋的 哎 小美丽 你说这话是不愿意听是吧 我告诉你 你愿意听我也得说 不愿意听我还得说 哎 我就是说 我爱听 你那表情那是爱听啊 哦这啊 啥呀 我问你 你们把衣服晾哪了 嗯 嗯 什么玩意啊 是不是晾到窗户外 把它搭了个简一晾一件 嗯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 不能在窗户外边搭那个晾一件晾东西 万一咔嚓掉下来把人砸着砸整 大姐夫 啊 看好了行不行 咱家这是一楼 一楼 一楼也不行啊 一楼 咋的滑滑草草也不好嘛 再说 二楼要跟一楼学呢 三楼跟二楼学 一直学到十五楼 那多危险呢 还有 这楼建的多漂亮 啊 这往外边搭这个搭大个 乱七八糟 我搭搭鱼一看 那以为贴上马赛克了呢 那这么说这个错误挺严重啊 太严重了 我得批评他们 不是 你能不能把批评他俩这活儿让给我 为啥啊 他俩刚才训我半天了 你让我报报仇 可以 小米莲你过来 要说你的 没事你乱晾什么衣服 你说 你洗的衣服 有它的吗 有 你 抓起来 你看着吗 一说那俩眼睛就翻了翻了 你双眼皮啊 还有你 你说就绝个大嘴 你低包天啊 这活儿挺贵的 说 你们洗那个衣服还有谁的 你的 爸 归队吧 你往里脸给我穿个地方 爸呀 别我一说您 您就巴拉巴拉咋们眼 怎么的 双眼皮啊 别我还没说您 您就绝嘴 怎么的 低包天啊 不是 大姐 你今儿吃香药了是吧 你回家逮谁说谁呀 怎么的了 我俩不就洗个衣服吗 不就晾了几件爸的衣服 怎么了 还晾了爸的几件衣服怎么了 爸这一件衣服 顶上别人家一条床背了 就半点衣服要从楼上掉下来 不砸死人 也得把谁埋了 干啥去啊爸 我收背去 好 知错都改 这就是对的 除了晾那个爸的衣服以外 还晾啥了 没 就几件小件 啥小件啊 就还有几条丝袜 那能惹啥祸是咋的 哎呀我的妈呀 丝袜还不惹祸 丝袜还不惹祸 啊 夫子约 不怕事不大 就怕亮丝袜 哪个夫子约的啊 哪个夫子 大姐夫 这瞎约 你俩做好了 你不怪我今天给你们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再三跟你们说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严格遵守 我是物业副经理 我自己都不遵守 我还怎么去要求别人呢 对不对 咱们不得从自身做起吗 是 是不是 你就这事 我跟你说 一会儿 咱们物业的田经理 就得批评我 就得跟我发脾气 你知道吗 那咋的 他还能追咱家来批评你 玩了 来来来来 过来 小儿 过来过来 过来 这个俩人第一次见面有点磨不开 是吧不要紧啊 这样有啥话呀 你们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呢 跟哥说 有什么问题呀 我帮你传个话 好不好 来来来坐点 搓啥呢 那我的手 我说咋脱出泥了 来来来 介绍一下啊 这个 我帮你们介绍一下 好吧 这个小黄啊 这个呢叫方小四 他呢平时不在咱们小区住 他姥姥家呀在咱们 哥 能不能多介绍 介绍我 我老的事 他不用 这不用指的 好好好 这个 四啊 我跟你介绍一下啊 黄小黄 这咱们小区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你知道吧 这是咱们小区的非常好的一个女孩 这个缺点嘛 就是这个脾气呀 这个话有点毒了 那我不说了 你们俩说吧 哎呀那不行 你还得带我通关呢 那行 我帮你传话 有啥话说吧 你问他多高 他问你多高 哥呀 我一米八六 他呢 他一米八六 完美 他问你多高 官方一米六二 时机一米五九 官方一米六二 时机一米五九 完美 哥超红了我的预期 哥 你问他多大 他问你多大 哥 我今年三十 你问问他 他今年三十 完美 我三十 我三十三 我三十三 大你三岁 妈呀 抱金转了 我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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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